大家好 其實現在才開始 喂 大家好 你剛才開始了嗎? 沒有 現在才開始了 就這樣 就因為 很多人 除了很多人之外 畢竟在這麽枯燥的生活裏面 就是需要說說其他事情 如果不是人會瘋 所以我先請Kenny上來 因為Kenny跟我說事政的事不要提了 在她面前 是的 盡量不要說 大家都很抑壓 所以就這樣 今天說什麽呢? 就想說一下女演員 所以我們也請了一些嘉賓上來 那你自我介紹就可以了 我是Nucky Hello 我是Ellen 包括還有萬機 還有Kenny 還有阿添也在這裡 這樣就 大家看到一張照片 紅菇 不要說紅菇 我有一個女演員很想說 阿族說 羅蘭 你知不知道 香港女演員 今天最重要的 當然是說肥媽 她是演員嗎? 她是演員 歌手而已 歌手的 後面也很喜歡的 做監獄風雲的 她哪有做監獄 俠家歡大哥 你不記得了 鞋子的老闆 鞋子的老闆 是的 淫慾 黃國明自己 那我淫慾她 有虐待她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很難得 很難得 做到今天終於都神經失常 沒錯 更領肥也很難搞 為什麽更領肥 那肥肥也肥的 那麼便不夾 因為肥肥死了 肥肥也有她 我不喜歡的地方 我不太喜歡一些太霸道的演員 尤其是她作為主持的時候 很喜歡斥著自己的地位 就是取罵後輩 那些演員我就特別不喜歡 你一直是屌人的 不,做現場的Show也是屌人的 是呀,我特別不喜歡 他不是屌人 我真的聽過,因為我哥哥的外父在無線做那些報警 他們吃飯,有時候晚上吃飯會說的 那些人說飛姐,看電視的子女那些 他們說屌你,你在畫面見到 他當然好,他說觀眾很喜歡見到他 肥姐,肥姐不是叫你這樣叫的 然後他一進到後台就適合 這些人聽不到,他們是行路人才知道 他一走進去,肥過人叫肥姐肥姐肥姐 肥你的蝦嗎 他真的肥過蝦,真的 這些人聽不到 這些像什麼呢? 像狂島之淵的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這樣了,表面上就很疼粉絲 但是其實一口一口,我唱歌,你跳什麼都沒有 留心點看我唱我也想過 你留下會不會多過我的按鈕 就是這些 其實很多明星都是這樣 我講到肥姐,相對來說 我比較尊重阿姐 例如汪阿姐 汪阿姐,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純粹是一個人的discipline問題 聽說她很準時 誰遲到她,她真是屌 她不是屌,而是她會跟你說 你是不應該遲到,而她是以身作則 她不會遲的 那哪些是虧呢? 加燕姐,她就遲到一個糟糕 我覺得作為一個前輩 就不是那麼好的 加燕姐有多飯素 她變了多東西搞 那些節奏都亂了 是很容易遲到的 她跟她很熟 她以前住我樓下的 她很多飯素 那我不是一個理由 我覺得這樣 只要她不是雙重標準的話 這樣是OK的 我最少不會罵她 她不會說 你遲到 但是自己喪詞 如果她是這樣的話 我會罵她 但是如果她本身也沒有遲過 或者她不會很生氣 或者是假裝 你遲到不對 應該怎樣怎樣 但是她自己也是這樣遲 那就沒有什麼好罵她 當然啦 如果作為一個準時的人 反過來她去罵她是OK的 其實娛樂圈遲到這個風態 就是這個風土病 大部分都遲 你出槍通告09 真的10點才到 沒有辦法去解決 解不解決是她自己的問題 是神經病的 真的遲到瘋的 譬如聽說 譬如鄭月齡 她那時候九組 九組怎麼可能 你一遲一早 早早都遲 就會很嚴重 而且她的拍檔不是我們 我們等 我們等就沒有所謂 殺歌 她拍的不是這些人 你遲了那些大帝 那些大帝又不高興 你真的不可以遲 我想說 提到外話 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電影是有現場收音 80年代未開始 就是因為鄭月齡 為什麼 因為她九組 以前是你不收音 然後回去配 但她就說 我沒有時間跟你配 我跟現場收音 然後由那時候開始 就現場收音 因為她是一個藝人 而改變了娛樂圈的風氣 沒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樂拍劇是全部配音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 反正人說很吵 而且一來二來 你不會讀錯對版 因為你只說一二三 只是配口而已 那 我也不明白 可能他們很專業 但你這樣怎麼能入戲 我覺得很厲害 如果這樣 他們現在進化到找替身拍 大頭由Key CG下去 ABM Angela Baby 對呀 她那套跟誰 要不就是她本身的樣子 都可以試上去 不是呀 我認識一個人做化妝的 不是我認識 我的朋友 她說 那時候AB和Lammo 叫什麼 JM 她這樣形容 她的刺眼用得很準 她說 AB好一點 她的樣子創造性高一點 即可塑性高一點 所以 你那次發出來 她的樣子好像有點不同 好聽一點 叫她的樣子上妝一點 這樣就 對 Anyway 那今天其實就是講 肥媽 女演員 肥媽 我沒有想要 I am Fiennes說肥媽 不然你 暈吧 我們今集就是講薛家營 肥媽 買下車 買肥肥 但不明張照片 這樣才能引到人進來 沒錯 這些假的網台 你不懂得做 當然 所以我就輸給通爾賽 通爾賽20萬 你知道嗎 我看到20萬 你也可以說這些 你也可以放紅菇的照片 然後就講習近平 反而不是 你的名字是習近平 裡面講紅菇的人 又或者是習近平和紅菇有一首 爆料 秘密 最重要是他的名字開得自然 還有Juice 這樣就多人氣 無理啦 那五分鐘之後 原來搞得走 那你就賺了 我和你錄的那集 很久之前錄的那集 如何經營舞台 不是啊 我會錄的那集 講戲 講富貴碧人 下面有很多留言 全部屌媽 下面留言 什麼呢 屌媽 以為富貴碧人講戲 大家按進來就是傻子 又說話 然後好像不知道有幾萬 我經常性都會撞這些 我們也是 鋼屌下面 有一集是勒手神探 誰知道講了什麼 殺卿 我記得的 我有聽過 整部電影講什麼殺卿 好啦 回到明星 因為汪亞姐當打的年代 我們都應該還沒有屬性 神經病 是還沒出生 汪亞姐當打 都不是 我都追過 他最當打是拍《書劍恩仇》 六幾年 七幾年 霍青銅那個 沒那麼多關 那時候跟阿蟲仔做了一套 撲碟 不是 撲碟 不是 撲碟 驚華春夢 不是撲碟 我下碟撲碟 又撲碟了 最經驗是撲碟 他最儘量都追過一下 那套期望 不是學生衫嗎 照追 不理 小時候不理 看到畫面照追 不理得那麼多 那時候又沒有鹹書 一看到電視有女人就追 因為那時候跟她 跟趙阿芝 那時候跟她 跟趙阿芝 趙阿芝是比較漂亮的 當然比較漂亮 趙阿芝 還有趙阿芝保持得很好 很膠 已經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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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趙阿芝爬 他做周紫陽 因為我做趙敏 趙敏 19年 鄭小秋做張無記那代 這個已經超越了 超越了我可以認得 趙阿芝 超越了小場戲 可以急發範圍 不是 或是我們年幾個急發範圍 那次跟大師做節目 仙福界 夠了老坑的 我上來跟她說 今天我們就說這個 六幾年來 不是 我跟她說家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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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香港八四 說那些家變 然後她說 他不想做 他想再說後一點 然後她自己又說 那些 我跟Yu Jin 都接不到 我們兩個坐下看著 她不斷說六幾年那些 頂洞可以說到1980幾系列 真的頂洞說那些 家變那些我都問水 都叫做識 我講到網中人 但她再說再之前 那些是一個都不認識 那為什麼今天會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是 很多網友都聽完我們 一次過吊四大 讚四大天王 又讚法國 又讚 最主要是讚黎明 我們在說這麼多一套裡面 你就負責讚郭富成 沒有我踩她的 我幫忙踩她 神神 殺人犯 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網友都說 會不會嘗試講女演員 會的 我們一次過說得罪最多的女演員 發覺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過往一直都有這種觀察 但也沒有深入研究 不過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發覺香港的女演員 雖然出名的當然很多 都有爆肌 但是你總是覺得 其實地位好像沒有這麼高 尤其是譬如當近這十年 或者十五年 我檢查了十五年 在奪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或者是最佳女主角還是最佳女演員 最佳女演員 隨便 總之就是那個位 原來是 又真的可以呼應到我 初步的觀察就是 有一半的得獎者 其實都並不是香港的女明星 我記得有電視 連續四年都是大陸明星來的 有之前傳出來給你 好像是拱麗 接著有張子妍 接著就思琴高娃 拱麗思琴高娃 不如我講一下 2004年開始 2004年應該是好一點的 有張柏芝拿王不料 拿最佳女主角的 2005年開始 就去到你剛才的過境界了 就是張子妍拿最佳女主角 2006年就周迅如果愛 都是拿最佳女主角 去到2007年就是拱麗 滿城盡戴王金甲 2007年就是思琴高娃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我真的看不明白 不過認真 你說哪裏看不明白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我也看不明白 但因為是誰拍的 法哥 不是法哥 不是 許安華 許安華 許安華的東西都差不多 我想說的是什麼 撇開這個現在所謂的中港壽司 那幾位女演員都是好戲的 你要承認是多好戲 他們全部都 我最喜歡是周迅 例如龔利 《姨媽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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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她淫慾我 例如《滿城盡戴王金甲》 一部電影有一般 但其實龔利是做得很好 整部電影只有一個角色 做得不夠好 周杰 周杰 還有誰做得不好 法哥也做得好 他唱了主演曲 之後是浩武戰兔 是 曲抹台 浩武戰兔 所以就是 那班女演員大陸那班 這幾位 其實我想說 這幾年都是國內女星拿女主角 你看回她當屆輸 即是贏那幾個 其實你看到端藝 好像周信你們 即是余廣愛 她當年的對手是什麼 林家欣 鄭秀文 張艾交 莫文偉 其實這幾個都OK的 其實不是太難 你說到林家欣 即是我待會給5分鐘 或者去發表她對林家欣的愛 我也很喜歡她 我覺得林家欣 林家欣她有個問題 但我講演戲 就是她剛開始出來 男人40歲不是很驚艷的 大家對她演技 我覺得她這麼多年 好像沒有進步過 上不了 停了 不要緊 不要緊嗎 我先上去 你繼續上去 我覺得跟張柏茲的情況很相似 張柏茲是有甜質的 林家欣上去電的 他在06年提名那間是怪物 就是蹲在電梯底的 他真的是甜蜜的 他甜蜜的 我想你摸她一件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她是甜蜜的 你摸她的臉 我想說的是 其實這樣也不純粹可以做到一個現象 因為如果男演員那邊也是這樣的話 那現象就不特別 但是呢 用回由2004年 就是剛才張柏茲拿完 接著就到阿龔來 張志儀那屆開始 這16年裡面 男主角只有一次 非香港演員拿獎 那就是李妍杰的頭銘座 其他呢 離離去 當然啦 離離去都是那些就當然了 我覺得你應該是香港人 但我們純粹用國籍來講 我完全感受不到 他不是在中國人 他是西加坡人 不是西加坡 總之他不是香港人 因為其實有一點點調的就是 他成名的時候已經拍了港產片 其實他一隻身上已經是港產片 我同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純粹說出生地或者國籍 香港的男主角多數 可以看到的就是 那些可能由電視台 由電視製作一路捱 捱到變成電影 然後做了影帝 去到最近比較新鮮一點 又開始為人說 他們終於可以有機會捱到拿男主角 你會看到的就是 反而女演員在這方面就不是 那我 因為這次節目 順便去看一看資料 當然沒有多少人會討論這些話題 所以可能聽眾 你們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多數是什麼 譬如香港電影最近年的趨勢就是 港產男演員拍大陸女明星 去打大陸的市場 因為他一定要有這樣的共同 事大一邊的 比例的問題 對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女演員擔綱 其實80年代 多於霸王花系列 就全部都是女主角 那些什麼鳳碎凡 曹查理 那些完全是 不要看那些用來配的 但是 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覺很多戲都是 女主角用來配 幾乎是 說到最近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來其中一套很厲害的 沒有間道 賣什麼 六大影帝 你沒有聽過六大影后一起拍攝的 有啊 武俠七公主 九三年 九三年代 九三年代 近這二十年來 近這二十年來 你會發覺其實 多數都是用影帝聚首一堂 然後去作為一個 我覺得是捧女文化的問題 即是你黃禎啊 向什麼那些 姓向那些 他們都是喜歡捧女的 所以你不是會有那種 我要用我女的 但問題是你的女的不行 那你是不是沒有這位 你只會是狂張文 我就是這樣看的 黃禎其實講這個問題 黃禎其實講這個問題 黃禎又死了 都是射射射 我記得好像五六年前他講過 因為現在你知道 多數都是在拍片的 我們說真的有那個 所謂比例的問題 這樣呢 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他的結論 黃禎 不是香港的女演員特別差 而是香港的男演員特別好 所以呢 那你找 你如果純粹是用票房 或者演技 的角度去找 你一定先找個香港男演員 所以你女演員 就相對少了機會出 少了機會去做戲 因為香港的男演員 在她的角度是比較厲害的 在她的角度說 那 而相對 那當然他們要捧女 會不會是女演員那個 還有那些女 Sorry 因為我覺得 其實香港 其實男都是這樣的 男都是你去到某一個年紀 你才出味道 但是女呢 捧女 除了捧女的文化 是偶像文化的問題 就像阿薩那些 很棒 即是你出來這麼多年 你都是 那些戲是這樣的 很嬌還是阿薩 我總是分不到 扁丟扁面那個時候 OK 即是沒有拍過 不知道有沒有拍過 會不會是女演員 有流出 即是她沒有流出 未必一定會拍 一定有拍 會不會是女演員有包袱呢 不是 而是她們的戲 其實女人 的確是她沒有訓練 即是香港也沒有一個平台 給她訓練 而且不搭配 你在外國和你 甚至到韓國和日本 你會有很多拍攝 而且你的 talent pool 夠大的時候 你出來 就算你是新的 你都是一些 看得下人 除了樣子之外 你的演技也看得下 但問題是你香港那些女 捧青春少爺出來 都不會演戲 然後你要等她 等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都還是不太會演戲 才會一點點演戲 我有一點點覺得 香港的女人 演員一去到 我給你演戲 她好像有很多包袱 那些明星 我這樣又不做 很簡單 例如最近 拿影后的兩位內地女明星 一個是春夏 一個是曾美 曾美慧之 那些角色 香港的女人是否演戲 我就是想說 會不會是這個關鍵 也有 你是哪個少女不多情之 赤的而滑 那些 就犧牲 聰明那些都是這樣 但眼氣 去香港也未必有人肯做一個 就是這個 男演員 例如黃秋生 喂 叉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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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歲 我意思是 例如我有這個角色 叉燒包來 你當主角 叉燒包 男人的包袱 可能沒那麼厲害 女演員 尤其是有少許多 這個角色 不如就這樣 或者放蕩一點 或者閃不閃眼 或者壞眼睛 相對好像不是 感覺比較少 你說起這種 可以比較 拋開包袱 是的 的女演員 我又欣賞的 我馬上想到一個 就是莫文慧 即是莫文慧 你見到她即使當打的時候 色情男女 對 色情男女 她那時候又會看光頭 可以做一些很困難的角色 又可以留長頭髮 火雞姐的歌 又很溫柔 多世神君 她可以有很多變化 但是好像剛才Candy 你說的 其實當在 女演員 可能比較多 可能要 Nicky 再給多一些女性的 感 那種想像出來 如果不是 我們夠想的 我們會想 就算現在是 你那些什麼 袁麗林 然後蘇惟山 蘇惟山 OK 然後鄧月萍 那些 都是 平面無特兒 出身 那她本身是有個 青春形象的 然後 她們的人也 都不太放得開 而且她們不是演技拍出身 但是現在 其實還在這個階段 就是找那些人 其實你說起 如果是因為老闆去捧 我覺得最典型的失敗 例子是誰 阿嫂 裡面那個 林森 林森 林森很棒 她很棒 但是那套戲完全失敗 想捧她的話 那套戲是災難 但是你看 女演員來外國 或者其他 就是 最簡單 我就夠色情 最簡單 只是叫你脫衣 好像很多包袱 人家的演員沒有 張法拉倫斯 就隨便脫 去到影帝級 要脫衣 就脫 她不會有很多計算 那跟別人的性格有關 我覺得 香港女演員 整個風氣也有關 香港女演員好像硬 好像有很多包袱 不單止是 我覺得包袱不獨限 來自她自己 是不是偶像 亦都包括了整個社會 香港本身都是很保守的 女生是比較保守的 香港女生 男女都保守的 比起大陸都更加保守 那些人明明 明明是想看她脫衣服的 但是她一脫衣服 不用說 你一定是淫婦 你說這件事 我最近聽到一個好笑的笑話 我真的聽回來的 話說 原來 在Twitter有很多 那些賣短片的 那些人真的 不出樣子 打真軍那類 那 跟著 聽說 有個人就買了一條片 就是 說是某內地笑鮮肉 有些多的 不知道 在身上有一顆字 認到是她的 那跟著 所以我經常拍一條爪 因為認不到 那條爪 你沒有特徵 還要聽說 那條表是什麼 是藍藍的 那個故事還沒完 因為 那些內地的網民 很想知道 是想看 然後他們真的問 怎樣翻牆 怎樣付錢 結果他們是 很洶湧地 去找一條片出來 再放回微博 而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最後的結論 第一 原來Twitter是這麼任當 我心裡 麻煩你聽完講這些 不是啊 Twitter是很任的 第二就是 多謝祖國為了一場 來保護我們 我心裡跳起來 不要 就像個太監跟我說 沒有條爪沒有性病 就是你剛才 茅姐說的就是 明明很想看 但是其實 對 說出來就很 貌岸道然 其實當初 湯圍也被人封殺 是 就是他拍完那些 《色界》之後 他是有幾年 大陸是封殺他的 其實我覺得不公平 湯圍的電影是做得好的 他脫不脫 我覺得不重要 他是做得很好 有很多位 但是他很 我其實也不太明白 李安 為什麼要這麼著筆 在交配的過程 拍到 那裡搞多久 其實我已經不記得了 最好玩 我這麼深印象 我也不太深印象 因為其實他不太好色 但是我覺得 太過賣弄 不是喔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 全部都在那裡 不是啊 坊間最多 你看到沒有那個版本 他剪掉了 剪掉了 我看了一個 最詳細的人 那個焦點不是放了 那些 那些 其實我覺得他拍太長了 就是 太多 哇 那些花式 要不要換這麼多的花式 就是 好像是導演要求 對 他玩了八九個花式 正常人 不會玩八九個花式 我好像沒有看這個版本 他又掛鼓又成這樣 就是很多 古靈精怪的 又一字猛 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必須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是完全明白 娛樂圈的黑暗的 這一段可能純粹是私慾 純粹是李安自己 李安自己是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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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是戴上的 沒有這一段 那怎樣看到 梁翠雯雯呢 算了 Anyway 好 我們繼續說回 那些女演員 因為 如果你要留意 這個是我對香港女演員 很片面的印象 現在主要拿獎 是兩類的 一類是甚麼呢 韋英雄 港女格的 港女格是哪些呢 楊千華 楊千華 鄭秀文 是否可以丟的 楊千華 我再說另一類 老演員 香港上了年級的女演員 全部都很厲害 韋英雄 韋英雄 羅蘭姐 韋英雄 那次她拍薑絲 她對著她老公的絲 在轉的表情 對著楊妖雯 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我對香港女演員 很片面的分類 就是 老的那批 真的很厲害 還有金燕玲 我不知道算不算 金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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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厲害的 但莫姐的樣子 已經硬得 吃得太多 濕塵文 對 對 而相反 她的廣告還扮25歲 我真的頂她 他真的頂她 我沒有《無尚君》的照片 對 我想說 其實《無尚君》 是我一個很喜歡的演員 但我喜歡她是 我喜歡她在90年代 不是不是不是 是90年代她拍《無線》那些劇 其實我是粉絲來的 以前是 她有拍《無線》劇嗎 那個人 她其實是街市出身的 哈羅至光湖 她是那些很high的戲 她也是賣樣的 開頭 陸頂記她做的 對 都是很入 很入很入很入 她是中間有段時間 由出道到80年代都很入 後來她去了結婚 又離婚 好像結了三次結婚 然後回到90年 張國榮也是初戀情人 張國榮也差點求婚 我也不明白張國榮也是臨帖的 很喜歡她的文書 也不是 那麽姐也很漂亮 是漂亮的 我覺得 我找她後生的照片 是漂亮的 你看那些五官 你知是美女來的 但是她是很high 那些戲是真的 我要說 但是到了90年代 她離婚回歸無線之後 很好很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由《他來自光湖》 到了有一套叫做《上香的危情》 她跟劉青雲 然後再一次 然後我站在一個訪問 張國榮也說 遇到她回流回來 90年代 有一天遇到她 就會說 你的戲好了很多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你以前的戲也很好戲啊 又有這個 就是女人 我老實說 很大多數 其實香港不是很擅長出一些 一開始就很好戲的女演員 是去到三十多歲 她們自己人生有些穴力 沉澱了之後 就是有思想 就是兩範 要不就瘋了 就像張法茲 本身那個人的性格 或者都是自己的 要不就像張法茲 其實是很有他人 一開始是瘋瘋的 要不就要被她浸浸 還有靚絕五台山是誰 藍杰英 藍杰英就真是瘋了 老實 藍杰英 她真的是 因為我印象很深的一套劇集 就是大時代 我是不相信 有個人 竟然可以做到這麼好戲 在那個年紀 她被人奸過 那時候沒人奸過 我知道 不是被人奸過 差很遠 你要問某掌門人 你才知道 某掌佬 某掌佬 因為一奸過就差很遠 你的月力又是另一個人 她是很好戲的 藍杰英 說多一點女演員 給你吵些港女 I promise 上年多的香港的女演員 就是羅蘭姐 例如《八雷營經》做得很好 然後還有 她最好是做龍婆 不是我追人那套龍婆 不是那套是四婆 然後還有 葵英雄 我始終都不太喜歡她的樣子 她不漂亮 她是打女的 我看過《真人》 是漂亮的 雙鏡很多 因為她的感覺 是停留在《八王花》那時候的角色 我覺得她是 在無線浸完出來 即是上年紀 她的戲是好很多 現在年輕的普通 雖然她是第一屆最佳女主角 例如她獲獎的幾套 我看了有一套叫做 死了 她跟一條年輕人拍 《血觀音》 陳家樂 那個叫陳家樂 那套叫做 她是弱智的 不是 說她有老人癡愛 她有老人癡愛 不是 然後陳家樂照顧她 那套戲做得很好 幸運思我 幸運思我 很老套的 但她做得很好 但她另外一套有照顧 她是弱智的 那個不是 那個是《魔上君》 黃金花 不是 她還有一套是《血觀音》 不是《血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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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一種 就跟Thomas說 就是 港女格的女議員 例如鄭秀文 楊千華 到鄭秀文沒有 最佳女主角 但我跟鄭秀文是好的 楊千華 差點 你玩夠了 老實說 我曾經有個 那你不如玩阿薩 不是有個觀察 你想想 很多年代 快到阿薩 阿薩經常想拿 她一定拿到 第一次拍完那些《血觀音》 是否可以絕望 不絕望 我也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鄭秀文有七次提名 最佳女主角 死了 是一次也拿不到 我想問大家 反而楊千華一次 她就拿到一次 楊千華是哪一套 第二集 第一集 第一集 她是第二集 她做自己 不是一個港女 其實我不明白 我寧願她拿五個小孩的校長 比拿這套好 她那一套擺明是想拿 哪一套 五個小孩拿 但她拿不到 她輸了給春夏 那很合理 所以就 春夏那一套都做得好 好 我想說的 我想問一下 露點給我加分 你覺得 鄭秀文懂不懂演戲 鄭秀文露點你看不看啊 不要 她看回了 我跟她差不多 我應該長大了 我最近肥了 我應該長大了 證明露點不是一定加分 阿添應該會看很多 阿添應該會看很多 現在太密化女性 不要說這些 大家 鄭秀文好忘記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她那套 左眼看到鬼是我 是雞音典來的 鄭秀文是看 要看哪套 我覺得其實是比較 她有看哪套 她拍到幾個 她拍到幾個 很想說 鄭秀文配哪一個 是最好的 劉德華 因為兩人都是一模一樣 那些形體動作很固定 看一套等於看十套 你看龍鳳鬥他們兩個演戲 我覺得他們不是在演戲 他們很自然 他們根本就是在演戲 龍鳳鬥 盲攤 盲攤其實好很多 因為 劉德華硬把他變成 一個不是他平時做到的 他要做到很資正 但是要盲 所以這兩個人做得最好 是什麼時候呢 孤男華女 因為真的黏到他做不到自己 我想你想說 瘦身男女 孤男華女都OK 但女華女都有那種 你看華少就是劉德華 跟雷樂是沒有分別的 你明白嗎 我常常出個題 考我的聽眾 知不知道孤男寡女 劉德華在電影裡叫什麼名字 華少 不是 不記得 我記得 因為 看Mola出Mola的時候 我看一看 他叫什麼 大家猜一下 不是 這裡猜一下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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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鄭秀文好像剛出現 那次鄭秀文當然是有新鮮感 dó 孤男寡女2001年 他的 Davboard 但他 ا CAL juste 讓你都提名出來了 有新鮮感 那一屆2001年對手很厲害 張曼玉張孜見 楊智綺 陳凱勞 她是很厲害 הס 23 就贏了 張曼玉那一屆是拿花洋年華 他應該是第尾的 孤男寡女友入到那一屆 應該只有四個最佳題目 那一屆還要有臥虎藏龍 張志兒 張萬玉為什麼好戲呢 你們說的就類似了 張萬玉這些千人枕 不敢說的 經過不停被人游淪 他自己又不停經過愛情的折騰 所以他演戲就好 不過張萬玉是少數香港女演員 很早就懂得演戲 因為節奈多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港姐冠軍 不是 跪軍 好像輸了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張萬玉不會理會 不過是最上級的人 有人比他好看 可能跟紅姐一樣 回應阿添 1992年就已經有第一套電影 然後講《孤男寡女》的2000年 算不算了 他有多戲 還有《我到殺死你》 他有百分百的感覺 《我到殺死你》 《走找一條龍》 我錯 我錯 但問題是 你說他最近是不是很阻氣 真是很阻 你說鄭秀民 你覺得他拍了什麼電影 你覺得他有進步 不是 近到現在 高海白之戀 《失戀急陽》 最近有《吹上雲霄》 《吹上雲霄》 都沒想著看 《吹上雲霄》 《吹上雲霄》是第二套 《吹上雲霄》 有沒有知道什麼 電影版來的 是MV來過 鄭秀民第一套 《最佳新人》是1993年的 《非虎精英之人間》 哇 這裡好看啊大哥 他是鄭秀民提言 《中學友》 他是提言這個 《中學友》 但他輸了 輸了給袁詠儀 《中學友》 《中學友》做《非虎》 你拍了沒有 《中學友》唱《非虎》 《中學友》唱《非虎》唱歌 所以其實沒有結論 鄭秀民是不好的 不是 我覺得是比例 因為我經常都把他比例 就是他那一代的歌手 陳惠霖 鄭秀民 還有楊千華 你今天說鄭秀民是否最好戲 是同代嗎 是同代嗎 不是 但我記得是你最普通的 《四大天王》都不是同代 你出道計 你出道計 應該是陳惠霖再跌 但他們紅的那個年代是 是 你三個選擇影韃直奔 鄭秀民是否最好 你想想想 不是 比一下 你不想職動 好了 我退停 好稱 這三個 陳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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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件是真的 我是很想打他 正 是因為他現在的整部電影 都很棒 正 好了 我最喜歡的是楊千華 真的 因為那些電影真的被Hit到一個點 因為楊千華 你覺得他被Hit到陳惠霖 真的 真是 他完全是做自己的 對 他多一部電影都做自己的 哪一部電影 所以就是零歸相對上 香港好痛 加零一 你連笑都忍不想到 楊千華有一套不是做自己的 就是三間之餃子 他完全是可以的 但他真的 我很怕那些演員 例如楊千華 例如鄭秀文 有一點是設定自己 下去有些對白 他們笑 NG了有去的 我是很頂不住這些 三間之餃子 這套是很驚訝的 他最怕黎明 不是黎明 不是 梁家輝 他是吃餃子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我現在已經不記得那個雷配角叫什麼名字了 八零 八零 是二十多歲都不老 他最佳是雷配角 八零是很厲害的 反而襯托了 楊千華是很廢 還有讓我講完那部電影 只是講那部電影 楊千華 其實 不是壓低聲音 就叫做遊戲 純粹是壓低聲音 是他陰沉 是King Sir 是 King Sir給你三百個語氣 我記得他講的對白 跟醫生說 我要的寶寶要留下來 要杯盤拿出來 他是陰沉的聲音 戴著黑超眼鏡 看著邪屍的醫生說 但是問題不是壓低聲音 他盡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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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好像剛才Nicky這樣說 那部電影他又夾著百零 好像為什麼女主角不是女主角 所以 八零不是很多戲份 四幕戲而已 都贏了你 所以 somehow來講 自明春嬌 他自然一點 因為角色根本就照著他們寫 其他的都是 很多都是 德師妹都是 不是 新的師妹 好了 大套戲好看 大套戲好看 只有一位好看 方忠sir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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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個太太太 流火八勢 你被兩球一樣嬌雞 因為自明與春嬌 他的角色 是有些他自己導入 因為是說 大家有看自明與春嬌 是說一條小子 混過中女 是啊 他本身是一條中女 我想他是有feel少少 某種程度上來講 余文樂也是不太會演戲 拍下去沒那麼突然 但我覺得原文樂穿得好過他 那也很合理 某程度 因為他英俊 他也是做自己 因為他是護棋手 戲好是應該的 是正常的 那自明與春嬌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還可以的 拿影后就 拿影后就當然不行 那一屆有什麼 拉出去斬 那一屆都是 那一屆都是 所以我會再說一次 他哪一屆拿影后 我告訴你 你哭 我有點哀傷 楊千華 楊千華 志明與賓州 志明與春嬌 對 春嬌 那還有什麼 是春嬌與志明 由中嬌與志明 還是志明與春嬌 春嬌與志明 第二集 第二集比較厲害 不是 因為有楊麥朗 他那一集有周信兩套 一套聽風者一套大魔術師 其實兩套都是 大魔術師很厲害 大魔術師很厲害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鄭秀文 高海拔之戀二 好難殺害 最強都最強 接著有一個江若林高舉 很公平 江若林 其實我反而覺得 我會給他多於楊千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他 江若林也很厲害 真的 他是做得好的 我最記得是他拍八老會廣告 他那個案子 其實有點像周秀娜 江若林在那部戲的案子 好像周秀娜在二十九家的案子 大家對他們是沒有期望的 是 但是他能送到 因為個人成熟了 又是去到那些三十 近三十 沒有 沒有 但是他給人戶口只有幾元 要上去不停去做一些大陸秀 所以都是有一個經歷 但是他現在很有錢 普通 普通 小生意 他好像不可以 他的眼影本身是大的 他大小 算了 我也是不喜歡他 所以你拿不拿 他又是戀高的聲音很難頂 你拿不拿影后 其實不是看你做得好不好 是看那一屆的人做得好 其實鄭熊文很灰 他每屆都想拿 那我覺得是不對 你可以懸空去懸空 不是 沒有 現在是太餅仔 應該這樣說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主角 他沒有標準 他沒有說一定要 標準才叫做最佳女主角 但是當 你不像所謂10A狀元 標準就是10A 就是有一個標準 總之你那一年 五個人覺得最好 有機會那一年 五個女主角 我都覺得 哇 真是選不下 有的 有的 有的情況 其實上屆還是今屆 都是有的 今屆可以懸空 其實是 今屆就沒有 我的所謂評委 一看完 哇 鄭壽文 阿薩 阿薩 楊千華 那就是上屆有屆 江陽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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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阿嬌 阿嬌 阿嬌 你很難選 我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都想給鄭壽文 如果鄭壽文要拿影后 你覺得哪裏是最應該拿影后的 都是左眼見的 好鬼 我都覺得影后 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覺得 我給你這個榮涵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你坐得上去 當然現在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以我年輕的時候來算 走得上去 叫做影后那個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 你這條問題 其實就是在他這麼多電影 哪裏拍得最好 只能夠這樣 我會說是長恆哥 因為他拍到傻了 拍到看醫生的 拍到看醫生的 他就知道了 然後那裏拿不到張 拿不到 因為我輸了誰 輸給周遜 長恆哥我 長恆哥我 因為如過愛 阿嬌厲害 你覺得 你覺得他這套 忠無儀不行好不好 不行 我又不喜歡忠無儀 其實我簡直是不太喜歡套戲 忠無儀 配角海人好笑 你反而長恆哥也做得好 但是套戲太弄的時候 杜其鋒挑戰這些劇目 很尷尬 他不是很喜歡拍這些劇目 另外剛才說的 瘦身男女 因為他真的做不到自己 我反而覺得孤男寡女 我覺得孤男寡女還不錯 孤男寡女還不錯 他真的做到一個暗春 因為他已經是天后 但他可以做到暗春 我唯一我覺得是孤男寡女 不如我給大家猜一屆 大家應該不記得那屆誰 我已經拿了影后 我不看還是說 你不要看 我告訴你 蔡卓賢 初忌 周迅 殺嬌女欣 一定是初忌 A是OK的 殺嬌女欣最好命 湯圍 黃金時代 吳君如 金雞 還有趙薇 親愛的 你猜哪個是拿影后 湯圍 應該是吳君如嗎 幾個湯圍 一個湯圍 趙薇 趙薇 你呢 吳君如 趙薇 親愛的 因為那一套我不能覺得是港產片 是沒有人 不是港產片 整個組織都不是 沒有關係 很快我上網查過 很多人都有些意見 為什麼會她拿的 結果就是結果 所以大家唯有接受 另外 我有教也很有意見 劉嘉玲 劉嘉玲是什麼 敵人傑 敵人傑 那一套是不是女主角 敵人傑 除了她沒有其他女主角 我可以回答你為什麼會拿影后 那一屆是薛海琪湯圍楊千華 就是何超義 很難輸 很難輸 沒有那麼極限的意思 切海琪也是真是絕 分手說為你 誰是切海琪 誰是切海琪 劉嘉玲 切海琪真的絕 劉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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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華到致命於春嬌 輸賣 何超義為多利亞一號 你很難輸 很難輸 其實那一屆擺明 都想做給劉嘉玲 劉嘉玲 她也好戲 這麼多年都覺得 應該給她一個影響 她應該是最後的 我突然見舞 我戲院看的 我挺支持的 那你什麼感想 怎樣 都是壞 我剛才以為那個故事 是說那些妖怪鬼怪的 查案 查案也沒關係 她說得很誇張 突然之間凌空著火 後來她做完 最後她嘗試解謎 金田一的解謎 原來她說每件事都能解釋到 例如有妖怪出現 她也能解釋到 那一套是梁家輝 不是 劉德華 劉德華 劉德華有的 在這裡 在這裡震 好 那就 我們還沒說紅菇 但你出了紅菇的照片 已經換了 已經換了 這一堆 剛才不是說要說阿薩嗎 阿薩 哎呀 我童年偶像 真的 看著她這麼多人沒有中毒 不是 阿薩 你真的看著她 我覺得阿薩 她想拿影球的感覺 是 向無限的難度挑戰 因為她這麼多年 無論是歌藝 或者是她的武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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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她無論是 她是保持水準的 是無論是誰 其實反而覺得她以前更好 年輕一開始 就是死小妹妹那些年代 做 我忘記做什麼 什麼我老婆不夠青 那些 做回那些死小妹妹 她真的 她再加上鄭依稀真的無敵 那個組合 有什麼鄭依稀 鄭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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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依稀的戲是很好的 歷史以來 其實我覺得她不可以說她沒有進步 但是你這麼多年 人家放了這麼多資源 給你這麼多機會 你也是進步了一點點 就真的很廣告 她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人 是完全不需要經過任何的艱辛 或者任何的磨練考驗 去走出來 她純粹有人看到 以為OK 在各個公司做 我進來做明星 然後轉過頭 進來做明星 然後第二天就紅了 那種人 她怎麼會去珍惜她們的前途 我講她是有進步 但是我覺得 太少了 比你拿到的東西 其實你以我們 一個很普通的人去看 當然我們不能套入她們的心態 反過來 你用我一個很普通 打分工人的心態 如果有機會去到這位 紅了人 不停找你拍戲 你都極極 你有很多錢 去學一下戲 她是跟尖上文學戲的 陳法拉 陳法拉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上進例子 假人 假人 假了 以前的陳法拉 即是Holiday 大家都很喜歡Holiday 當然 最會覺得她是武器可以的 花瓶 無線的時候 話說我已經忘記了哪一套舞台劇 《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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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豬》是林家欣 《野豬》 他跟梓華一起做 我真的為了 光顧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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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入場 我當時很擔心 很害怕 入場很厲害 我在說昨天 他在美國讀了三年 他回來了 你不是真的像Candy那樣說的 這些就是上進 學完的 學有所成 坦白說 學都未必是好 你本身是好 我教你 怎麼教不了 天份 但是 你起碼讓我看到 你有勞力 你是為了這件事 這個事業 你說得這麼厲害 你很想拿影后 我直接停缸 我學五年 學六七年 回來 我是為這件事 你要講到你這麼喜歡 唱歌 或者做戲 我是不生的事 我就是這件事去成就我的 我覺得你是應該去好頭 你想想 阿薩 他應該小一點 他都快要四十 四十 他快要四十 問題是 當你去到四十 你對比起其他 我們以往八、九十年代 看到的女明星 的四十 你就知道那種刷 你覺得他現在就是 小妹 肯定已經不是小妹 現在是熟女 她的樣子做不到 她的樣子其實有點限制 她的樣子真的太小妹 你說這件事就窄了 例如蘇慧珊 顏卓玲 為何做幾套模型 是有原因的 因為外形的樣子太過角限了 那個死人樣子一看來看去都是做 美女仔眼出靈也是 你怎能做得女主角才眼出靈 你做一套稍為成熟一點 揹著成套 你真的揹不到 反而周素娜 她年紀大一點 慢慢都有一個成熟的女人的感覺 等你講一下 29加1 大家有沒有看29加1 有 我有看舞台劇 我也有看舞台劇 老實說是很驚訝的 也是當初沒有期望的 但是 我想她那種就是 她想有心去轉型 而她也真的有休息 你看她可能消失了幾年 跟著 人可能又有些月曆 真的那個是感動到人 還有你是 投入到 像阿薩那些 阿薩那些是 你說對白 都是沒有起伏的 就是 人家真的有努力 人家真的有心去轉型 人家真的有心去轉型 出到來 真的想想一下 以前人家都不會 沒有想著 周世良有部電影 你有沒有入場看 不會 以前 我也不會 現在真的有期望 所以是不同 其實 我覺得 她是一種演員 還有張柏茨也是另一種 林姦也是一種 其實出來是 其實她是有才能 但我不知道是她私生活 還是娛樂圈 絕對是私生活 碰到她們太高 絕對是私生活 反而另一種演員 就是有才能 但是去到某個位置 是停了 我覺得張柏茨她是 她是瘋了 其實她的演戲是不錯的 張柏茨 最棒是亡不力的 因為她 她跟 張志林 她叫什麼名字 袁明兒 她跟袁明兒 她跟袁明兒有些不同 袁明兒 根據張感情 張Sir 當時她跟我聊天 其實當年是有心捧她出來的 張柏茨也有 但張柏茨的戲是比袁明兒好 我個人覺得 你看到她的精神狀態的變化 是很快的 她是可以很短時間 將那個零之一百 她可以捉到很盡 很短時間 你要她哭就哭 你要她回來就回來 但這些人通常都是瘋狂的 即是正常的 而且獎要張柏茨很漂亮 對 張柏茨哭的時候很難看 她的樣子 不是OK的 沒有看忘不了 但她的胸胸不是那麼好 她有嗎 我又不知道 搞錯了 拍了出來 是嗎 袋子掉了 不是 你看她跟冠希那些裸照 你就知道 沒了印象 搞錯 回看一會 我還有在家 不要這樣說 是朋友遲些才介紹 哈哈哈哈 其實林家欣也是這隻 就是出來的時候都很大 但她沒有進步 張柏茨也是 林家欣沒辦法 她也沒什麼黑 不是 其實她讀過 但她現在最大的願望是 臭兒子 其實她說了很久 她最大的願望是 結婚和生兒子 但其實有一段時間 你見她再想想一點 例如她找黃秋生 跟張學友那期 她找黃秋生去學演戲 然後出來也是這樣 但其實她心底的中力目標 是結婚和生兒子 就沒辦法了 因為她很重要 你看其他有些演戲 她是沒有打算做這件事的 我不需要這個專業演戲 反過來她 一心想嫁個老公 要組織家庭 是兩件事 其實這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香港女角這麼缺 原因 就是很多都想著回答心 我結婚生兒子 我要照顧就算了 你不要煩我 就算出來 玩一下就可以 拍廣告就可以了 你叫我又要 就是你要我再丟掉家庭 我家庭不要了 我出來好頭拍戲 抽離不了那些 不行的 好像陳偉林也是 陳偉林 她生了小孩之後 她差不多都不做任何 多過兩天 都沒有關係 做不做 你本身是大人八次 例如我自己 我無線以前很喜歡看 是關詠河的 但她結婚都沒有出來做 剛才Ellen說 可能影圈很難浸到一群很厲害的女明星 紮實的女演員 因為電影需要時間 但是我們以前那一代 香港是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電視和電影是比較密 你不像外國 電視明星就是電視明星 電影明星還是電影明星 Crossover是相對小一點的 相對 但香港不是 如果以前 很多明星 都是由電視捱出來的 可能有訓練班 諸如此類 你很早就已經學戲 跟著跟前輩在電視上學東西 然後再在大人幕出現 所以為什麼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 只是在電影才看到的 剛才李塞鳳 《偉英雄》電視都有 拍安尼 拍安尼也是亞視的 你會看到很多 但是現在很多 可能比較蓄積一些 在街上看到一個漂亮的 Talen覺得怎樣的 就找了她去拍 我有一個想說 吳千語就是這種 正 即是你捧的問題 其實她那個人 藍風的前菜 她那個人其實是 你不是說 找不到一些外形的 其實她的外形是鮮的 但問題是 你根本還沒做什麼 說真的 他連拍照都未必做到 你沒有見過真人嗎 我沒有見過真人 瘦得很糟糕 這裡有沒有人覺得劉森柔漂亮 我覺得劉森柔漂亮 漂亮的 兩個三個 有沒有人見過真人 沒有 我見過真人N次 我告訴你 嘩 是Alan來的 真的很多人害怕 即是靠喬妝的 我看到她會離開 那麽後可以 麽後可以告訴你 麽後不能說 真的 這件事我經常問很多人 很多人 不要緊你 麽後說我們下星期再回 所以我覺得林姦厲害 我聽過模仿人說 真人見過林姦都覺得很棒 是 我想拋個命題出來 我也認識很多導演 或者電影公司老闆 他們發覺這個現象 這麽多年 如果真是真心漂亮 素顏漂亮的女星 或者女明星 是不會紅的 你紅的通常都是七十幾八十分 我以為是七十幾八十歲 即是七十幾八十歲 你當醜樣是0 100分最漂亮 最漂亮的我從來都不會紅 譬如我見過陳家媛 你不要說是誰 陳家媛我現場見過 因為之前肥心會認識她 誰是陳家媛 陳家媛蝴春被人非禮 被馬德忠去親 阿神的雲階 不斷游論喝醉 你說件事我記得 我看過真的 他也是很漂亮 我看過真的 是上鏡一般 上鏡一般 這個真人很漂亮 見過真人很可愛 他又不是很明星 我看過真人又高又漂亮 那條腿長得 出拖地 只是那條腿都五尺 那整條腿都拖地 對 個人五尺七尺 只是那條腿五尺 新年馬頭單七尺 我講幾個 不漂亮也不講 我講那幾個真心漂亮 素環漂亮的 陳盈真人是很漂亮的 混蛋是誰陳盈 我知道 阿賭王的兒子的前女友 陳盈 是TVB傘 真的沒有人認識 真人是很漂亮 但他不紅 你聽過我們都不認識 我認識的 姚嘉莉 姚嘉莉真的很漂亮 姚嘉莉是八歲 林祖輝的太太 她是上鏡很漂亮 她是上鏡很漂亮 她真人是上鏡不太漂亮 上鏡不太漂亮 但上鏡不太漂亮 是不夠漂亮 或是不夠Sharp 但我也明白的 真人是很漂亮的 她漂亮到是 我跟她說她會心跳 我都不認識一個女人 我個人認識她 她也見過飛馬 我也心跳 下一個人看 可以嗎 可以嗎 後面幾個可以舉個例子 真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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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 上鏡很漂亮 一下妝 正常人很難得太多 佔九成 佔九成 例如可掃性很高 那些 那些要咪後講 不要緊 你咪後講我講 你咪後講 是你咪後講 我朋友呢 上一集 有人講 上一集有人講 今集人不在 我想說 又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因為鏡頭拍完之後 會把你拉起來 拉起來 對 2D 而且不知道會胖還是瘦 所以是上鏡 漂亮不漂亮 很奇怪 真人未必漂亮 所以為什麼 以前講者會有一個 最上鏡小姐 就是因為她真人可以 好不漂亮 但是她上鏡 所以為什麼有原因 這是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在畫面出來 她的臉不顏色 因為你的燈打下去 一定是有顏色 對 有時候會有陌生 你出來的效果就會 那些就是鏡頭面 對 我們正常人 即是我們叫正常人 一上鏡 慘不忍道 嚇死你 又黑又黃又鴨 我試過做那些路人隔月餅 下面走過 我不敢看 我叫導演剪掉它 你不要剪掉 我自己想吐 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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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普通上鏡一定不會化妝 但我從來沒想過 看到自己會吐 大哥 我會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帥 相鏡不同的 你飛濕張相鏡很帥 我知道那個是誰 你不是就是那些 真人很帥 相鏡不帥 你那張是不是中漢良 我那張 有女兒說我像中漢良 其實我想說 我們還沒說紅菇 我們還沒說肥媽 我們從頭到尾都是說肥媽 我對紅菇 秋天的童話 紅菇還沒拿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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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如果在銀幕裡說 她很漂亮 紅菇在我心目中 沒有人可以去看 第一位 我追得太多了 紅菇 幸好沒有跟你一起追過 我沒有 我小時候很喜歡追 秋天的童話 不是追這套 我只是看過這套 因為那時候是有很多雜誌 她說話也很白聲 白聲也很差勁 白聲也無聽 她的角色又差勁 常常坐初可憐 你很想來到 有哪幾套 除了秋天童話之外 鍾楚紅 鬼新娘 她跟曾韻發做 她第二屆已經提名最佳女主角 八三年代 男與女 有看過 有 八四年代 她跟萬子娘站在那裡 有什麼年紀 這套戲也有提名 我還沒出生 她跟蝦叔 前大陸下來 那套 她 我還有看過 小男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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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穿OL裝也挺漂亮 她是無敵的 她現在也挺漂亮 我沒有看過她出來拍得很普通 不太開胃 極少 所有角色 所有服裝 出來她真的沒得輸 中環市外 是沒得輸的 她那時候 因為近年她可能開始出現多些活動 好像偶爾拍廣告 她現在也保持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土生土章說 因為我覺得她是有那種氣質 是很愛國女演員的那種氣質 她現在還沒什麼打野 因為大家都是看秋天動畫 所以覺得她是留學生 除了她是比較放得開的 我覺得她是可以每個角色 都有不同的性格 她是甜蜜到 又是要舔她的 但問題是 除了樣子之外 你真的感覺到她是演戲 因為我看那兩套 我不知道她算不懂得演戲 我講不清楚 你覺得不懂得演戲的比較 她很適合演戲 她很適合演戲 她很快樂 她很短的 她看了一分就適應 差不多 她1991年就沒有再拍戲了 中環市後 其實她電影的影齡是11年 由80年開始到1991年 她選完港姐都出來拍戲 很快樂 她拍第一套好像是杜琪峰那一套 什麼什麼 什麼山 韓山迫水月明金 韓山迫金 對 反而有一個我想說一說 那個年代 因為我最近看完那一套 黃秋生我拍第一套叫什麼 倫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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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好現在發現真的 現在不行 以前自然 她是有點 她個人很自知 她是很介意 人家 我感覺到她演技 很介意別人在怎麼看來 而且她想 不知道是不是想得太多 她是太誇張 好著重 是好著重 還有以前比較好 當然你問我對於葉童最大的印象 還是跟馬景圖那一套 蕭敏 紫天圖龍基 敏敏特務爾 是那一套對我來說是印象最深的 但那一套電視劇 因為那一套我最印象最深的是周梓陽 永遠的Smoothie 永遠的周梓陽 周海美 那一套我很迷的 那一套 很漂亮的 我找了一套拔納來帶 周華健的主題曲 但除了這幾個東西 又有退戲 沒事處 馬景圖也很驚訝 馬景圖也很厲害的 很經典 但比如說 適合他做的 都很劍若夢 適合他做的那個角色 她很厲害 那個角色本身就是一條蜥仔 我看了自從打完光明頂之後 我覺得很失望 為什麼 這個故事很厲害 我不喜歡那個故事 我最初很大期望 因為由他做明教 由一條番薯 看了二十集差不多 打到明教 哇 那一套很厲害 然後就完蛋了 本來都滑落了 然後到後面 就變成了一條女人型殺手 他搞這件又不好 搞那件又說 總之在拖拖拉拉 什麼的 那個角色已經是多女了 又已經明教教主 又已經無敵 那個人還在拖拖拉拉 很煩 他本的小說也是 他的性格是這樣 所以我喜歡令狐聰多很多 那個年代劇做的 令狐聰也有誰做的 關之林 都是 關之林做十三一 關波還是網球 我不知道 歌爾夫球 我不知道 他很喜歡運動 剛剛演唱會那個 是嗎 剛剛可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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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之林 他是完全不懂得演戲 我覺得是不需要討論他才不懂得演戲 他本身已經是無敵 因為我對他第一次有印象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黃飛鴻 他做十三衣很漂亮 他是滿人 他跟阿哲海未都會 他是漂亮的 關之林 是挺漂亮的 是漂亮的 你是挑剔不了他 即是他的戲就算多厲害 他漂亮 是合理的 在我未知道他喜歡玩運動之間 我覺得他真的是其中一個女神 完美 完美 我又未必會玩完美 我可以剔除這些 演戲我就可以剔除了 因為這些人本身就是要做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龍兄虎弟 龍兄虎的光之林是很漂亮 那套戲真是一流 是不是張學友和廉潔那套 不是張學友和廉潔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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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戲沒有女主角 除了關之之外 還有那四個很好打的黑豹 那四個很好打的黑豹 但我也是那句沒辦法 這些人是整理還是一定要 如果他不願意做電影 是浪費的 只是這個世界的損失 我覺得很漂亮 你一拍下去也沒辦法輸 最記得看《三人世界》 林子柴是選鄭如玲 不選《關子柴》 這個簡直是錯誤的決定 怎麼看都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發生的 你明白嗎 我明白的 因為《關之林》她厲害是厲害的 因為有些人只是拍到古裝 或是拍現代妝 她拍古裝都很漂亮的 例如民國她也可以 她現代也可以 所以她是很全面 要作為一個美女來講 還要再給一個很厲害的 credit 就是以前那些明星是沒什麼怎麼整容的 不用PS的 或者是自然的 而且以前的化妝術不是現在的 以前的妝沒那麼漂亮 現在是滑皮 現在是滑皮 以前不是滑皮 人家真的漂亮就真的漂亮 輪郭和眼睛真的那麼大 沒有大眼睛 這些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真的有一個一定要說 其實雖然她也是武器的 但作為女演員而言 對於我來說 是OK的 就是黃祖賢 黃祖賢不會看電視劇 善女優魂 善女優魂 我最頂不上是 她跟周昀發那套 二薄雲鐵 定質的 我看樣子 真的不行 因為她 古裝是很漂亮的 我古裝是很特別的 大家都記得 賭俠 她時裝就只有賭俠 好像是 應該不止 應該不止 她 你講過賭俠交歡 黃祖賢也是 賭俠是賭神 賭俠 黃祖賢 刀仔的女兒 刀仔 刀仔坐下去 劉德華在那裡 然後劉德華在那裡 忍不住 那裡是賭神 賭俠 有周昇慈 我的電話壞了 賭神 賭神她是長做 賭俠她也出了 賭俠她也出了 沒有 沒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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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也是 我覺得她也是 繼關智人之後 她也是 你不拍戲也是 對 只是樣子 跟演技無關 因為她 抱歉 今集這樣說 是很文化女 她是太漂亮了 很漂亮 漂亮得像仙女 仙氣 仙氣 仙氣下巴 就是台灣人 如果你問 用仙氣來形容 我就是王祖賢 我這些人拍戲又不行 只是浪費 至於她拍了什麼出來 其實我就不想 但你需要理會 黃祖賢 總之出來 同樣就是 譬如 阿薩和阿嬌 你拍戲 你拍了出來就可以了 我不會看的 你拍什麼不要緊的 跟王祖賢一樣 你拍什麼不要緊的 還有以前的女明星 有趣有趣 我們是不會經常見到她 你是不會接觸到那個人的 可能我們年輕人窮 就會去一些很有錢的地方 但我們小時候的感覺 那個明星是很重要的 很神秘 很神秘 現在不神秘 你最神秘 她最神秘的地方你要看 對 因為剛才說過 娜姐 周秀娜 我在街上見過她一次 你知道最震撼是嗎 是不是另外一個 你不是震撼是嗎 你肯定是她 肯定 最震撼是 我走過很久我發覺 那個是不是周秀娜 那就是不肯定 因為我最後是 看到有人問她 是不是周秀娜 問題是 她樣子其實很不突出 我在街上見過明星 例如 舉例子 我見過那次黃秋生 離遠的營都是黃秋生 反而娜姐那種是很 會不會因為黃秋生 其實以一個人的樣子來說 本身都是很不正常人 很不正常人 不是我們這些樣子 我們這些樣子走出街 沒有人知道 老實 我都見過若干明星 丹爺我是一眼認得出她 丹爺 差一點點明星味 是有點普通的 我明白 看到那種感覺 他都不是 我都認識他 但我可以咪喉講 咪喉講這些 會被人 不用你咪喉這麼低 咪喉的問題 以後人們不會聽 你不會知道咪喉 咪喉 咪喉我們下個星期再咪喉前 對黃祖兒來說 他都漂亮的 真的漂亮 都削了一點點 還有他保持現在五個東西都是 沒有變過 但交了一點點 他沒有生過 沒有生過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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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萬年是保持那個髮型 還有一個 講一講 大家可能 其實吳君如大哥 好不好戲 吳君如 我不喜歡他的態度 你說他好不好戲 他當然是越來越好戲 我覺得他只是做金雞那一刻 我覺得他做十三倍的時候最好戲 他拿影后的 我覺得他是越來越好戲的 但我不喜歡他的態度 我忘記了有沒有在節目裡跟大家提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有一次我看他和張達明那個兩篤少 那時候剛剛拍《愛君如夢》 拍完了 應該上了 你知道 棟篤少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演藝生涯來做開玩笑 那他呢 講到自己已經進化了 變成了 然後後面就出了五福星的照片 就是吳耀翰 和福尋 我現在已經不再跟這些卡拉蘇拍戲了 我現在的Partner是 然後就換了劉德華的照片 你覺得 你會不會這麼看不起人呢 我覺得你沒有必要這麼看不起人 你以前就是那些 馮水帆也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那他是看不起他 他就是不是明星級 如果你是一個有氣度有勁的人 我明白 是不需要說這些話的 即是不需要踩人來讚自己 即是不應該歧視自己的出身 你現在是在歧視自己的出身 不要緊要你歧視自己的出身 OK 但你歧視了以前陪你出身的人 身邊的人 不要踩人來讚自己 我覺得這樣很卑鄙 你坐在那裡 你坐在那裡 我馬上生氣 我馬上生氣 幸好快就完結 你有沒有開聲尿她 沒有 我坐山頂 很難尿她 山頂 滾東西看著 吊起路飛也不行 其實還有幾個上了年紀的女演員 我想說說 例如我覺得 李思琦 鄭玉玲 小芳芳 小芳芳是 女人40 其實我覺得她是 很少數人 她怎麼說呢 她畢竟年輕人都是美女 她肯毀爛臉上年 其實是很值得尊敬的方芳芳 很可惜 因為她耳朵不好 已經拍不到電影了 但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好的女演員 技術來說是好的 演技來說她出色的 很棒 方芳芳是其中一個很棒的 你是不是想說黃晶的女兒 尤徒晶 好像床沒有說過 不如說她的女兒吧 她的女兒一般 也不是 很漂亮 幸好像她 很棒 但我覺得她的女兒 沒有她那麼漂亮 整個下盤 她的樣子很像 她的樣子很像 最佳選友的男人 很漂亮 她的女兒真的很漂亮 DNA 女人看女人看 優淑貞也很漂亮 不過就給她的 優淑貞 以她 以我們看她來說 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 那時候當然是 馬路 那時候是JR布 狂Jet 那她的曝光率高 她拿高揚那些J到爆 JR布怎樣串 J A B L E J A B L E 是這樣的 沒錯 有些人會在中間 或者兩個J的 或者吃DNA 吃DNA 吃DNA 問題是 當然不是我們吃DNA 吃DNA 大班被她騙了 那時候 露點 打靶 不錯我還沒過十八歲 那時候沒有改關 她厲害在什麼呢 就是 她真的是氣露廣 她什麼戲都拍的 因為黃晶給她 那你可以 她有很多文氣 但她笑片拍 性感也可以 她負責不是動作的部分 然後 她也扮春麗 對 楚楚可憐 我看她的老母 新歌傳奇 對 譬如雷樂 她拍了一個 楚楚可憐的妹妹 或者老母 性感的也有 她的戲露很廣 你有一些不是的 最主要是想看性感 你老闆叫你拍 你可以拍不到 但邱淳青不是 她什麼差也有 但她幾乎沒有文氣拍過 幾乎 純文氣 幾乎沒有文氣 雷樂傳也算是 但如果多文氣 給她發揮 其實很少 極少 所以她從來沒有什麼機會提名 那算了 邱淳青有提名兩次 你想不想知道哪一套 越快樂越墮落 她有文氣 她說這套真正 《不道德的禮物》 黃敏德那套是嗎 黃敏德和鄭依希 黃敏德送過什麼給她 又說可以了 要借總 要幫她重新年風 這樣 還有一次 赤裸高揚 差點拿影號 赤裸高揚應該拿吧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拿不到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拿不到 因為騙人了 沒錯 她給海關 她專門用手來遮蓋那一點 或者用兩隻手遮蓋兩點 就當露了點 那時候沒有雙口說明條例嗎 沒有 你還是拿一支黑筆在前面畫 畫在手掌上 很離譜 只是沒有品 咦 怎麼可以用黑筆呢 粉紅的 黑筆 大家誤會了 我看她的樣子應該有點冰冰 應該不是太矇 你知不知道那一屆 柳淑貞被提名那屆 那屆真的是絕配 張萬玉 林青霞 張萬玉 林青霞 梅艷芳 林青霞你有沒有說過 嘩 她那屆輸了 那她排第五 她是六 因為林青霞有兩套 張萬玉有兩套 梅艷芳一套 林青霞都沒有了 這樣選給她一套 因為林青霞在我心目中是不漂亮的 很漂亮 你覺得林青霞漂亮的舉手 我覺得 窗外 有沒有看窗外 很漂亮 我想她那種漂亮 不是關之林那種 很有味道那種 其實她是光陽一點 我相信她是極漂亮 因為女生男相很多都是漂亮的 我要過多二十年才會欣賞 我不喜歡她九十年代 我是喜歡她七十年代 那種 好OK 那時候的樣子又不同 還有很可惜的就是 其實新一代女人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啦 最佳女生人 你都 韓卓玲 韓卓玲都死直 差不多 死啦 樣子這樣當然死啦 有勢啦 其實新一代女演員有些什麼 大家有沒有說得到呢 很認真 我認識哪兩個呢 一個就是Alipay 一個就是 Alipay大鑊 電視的人拍 都叫女演員 林峰山 原本是最想說電影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 林心佑 劉心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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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生 馬明之前的女生 王心榮 王心榮 名字我都不記得 斌榮 名字我都不記得 我還以為 跟戲露無關 才認識了她 當然因為問題 我們少看TVB 其實TVB每年都有新人出來的 我們現在不是說小場戲 我們說的 譚善賢已經是我覺得 是有些potential的 其實譚善賢也拍了很久 短頭髮的 有做ViuTV的這陣子 點五部的女主角 港台劇出新的 劇都不是叫女主角 不如我講一下 2010年過去九屆 最佳新人獎 有沒有哪個女性 只有一個 2010年陳法拉 有提名 不是拿 那屆是李志廷拿的 誰是李志廷 班大陸 李梢奕 2011年是沒有女性 不過她是歲月神偷那套 對 2011年是沒有女性 提名最佳新人 2012年有連詩雅 不遷遇 不過都是輸的 2013年沒有 連詩雅的什麼 全部都是男性 2014年有一個 蔣家文 第一次不是你 都是輸的 蔣家文就是馬家那個 馬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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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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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有人認得一下 如果不是阿七認得他嗎 2015年拿 就是王遠之 最佳新人 就是金雞子 2016年 輸的 白紙拿 但有蘇麗珊和蔡師貝提名 蔡師貝 即是那天我不會飛 蘇麗珊 2017年 這兩個我都可以的 骨妹的余香營 和譚善然 蘇麗珊不可以 我講過 蘇麗珊實在很普通 普通 蘇麗珊是不是野樓大叔 對 另外那個好很多 譚善然 好的演技 到了2018年 剛剛那一屆是鄧月平 是大波 鄧月平是不是打給音波 大波 那是鄧阿平 1984年奧運冠軍 我轉不像 我轉不像 60歲 鄧月平是鄧月平 你知不知道鄧月平開球 她是先 不要說 我現在放到 那些人看著她的胸 所以打不中那個球 鄧月平 但她的對手應該也是女人 讓我檢查她 鄧月平 我覺得有一個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 叫做梁翁廷 是誰 南天白雲 南天白雲 但那部電影是 那部電影是 說 Staffy做女主角那裡 其實Staffy也速度影響 Staffy也提名 差點拿 我想說公平一點 Staffy是有進步過阿沙的 你那個沒有運 那大家同年代 但很難撐 Staffy 阿沙 長頸鹿 私藏旅行 槍海琪 阿欸 真的看到她 好慘 不要按 其實其實槍海琪 祖贏 有少許可能性 但她就是這麼多 她的可能性 她也是那些 大天大庇 那些 很多把自己本身的人 要把它放進去 是很不開胃的感覺 你現在演戲 給你一個角色 你演活這個角色 我不是叫你來 你又要做自己 一套就可以 下一套你又是 套號也是這樣 很難搞 所謂港女格的女演員 類似吧 都是不太開胃的 我原來有大胸脊鱼的稱號 真是很大波 我現在看到了 但我不知道原來有個女演員 她的出身是第一個不是TV出身 ViuTV選那個新星出來的 不是 她不是 她是在餐廳裡有個連燈 有人拍了照片說 哇 女人很大波 然後說很漂亮 但後來揭發是她是簽了公司 然後再做語論 但真的紅了 她是做ViuTV選美出身 但之後才對她選美 其實ViuTV人應該要她死 她剛剛有一個新的節目 有四個林曉峰做的那個 然後有四個演員 BiuTV樂 那些樂隊 她說大家猜猜這四個人 誰是養龍貓的 我知道 大家猜猜我們四個人 誰是養龍貓 我們也有四個人 你猜猜我們四個人 誰今天吃早餐 這樣很難猜 不如 難猜才要你猜 真的 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記得叫Alan在咪後說 說完之後下個禮拜 告訴我 你不是因為說給聽眾聽 你不是這樣 那你就是出賣Alan 但是你告訴我 就是在節目的時候 告訴我 我可以在節目裡說 那你就不是出賣Alan 沒錯 很多女演員都說不完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